What's Up Music 那一年刚考到大学的孩子买了一张专辑,现在都要毕业了 时间过这么快 救命啊 这样子算好像就开始冲击很大 不过这几年阿哲哥还是有带给我们好多 其实很精彩的表演啊 Live的表演,或者是不同的一些 中间还有一张黑胶嘛 对 就是啊 还有蓝光的演唱会的BD 其实是马不停蹄的 每一次看到阿哲哥有新的作品出现的时候 我依旧可以感受到你对于那种唱歌的热情 或者是出版的热情 即便到现在是第30张了 每一次都那种 passion 还是那么的炙热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是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跟我并存的一个项目 就是没有音乐的话 其实我的生命里面会少很多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 倒不是说一定要出一张 什么样的那个惊天动地的大专辑 或者怎么样 而是说真的透过每一次的专辑 来记录我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期的一些状态 或是分享那个时期的一些音乐想法 变成这个样 对所以怎么怎么说呢 有点像是写日记 或是教功课吧 凡时间到了 就会给大家听到这样子 欢迎你常常写日记啊 给我们这些乐迷朋友 我们就可以收藏 然后就像老师收到了那些周记 或是日记 我们会很开心的 好好的阅读跟聆听的 好我会继续写 你这四年一转太久了啦 不要这样子那么久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紧密一点 可是三十二年左右 三十张专辑平均也差不多 你有每年一张耶 平均起来差不多啦 但是如果还要再加上精选集 加上乱七八糟的各种 没有啦 你的专辑没有乱七八糟的啦 你都是很棒的作品 就是各 我的意思说就是各种合集 各种精选集 这样子加起来 其实严格来说已经 可能将近四十张 有四十张 因为你来之前我还回去 我的架子上面再看一看 你这样乱七八糟 我下次回去再看 我那些的收藏品的话 包括有这个高音质的啦 或者是跨场牌的精选啦 真的都在张兴哲的音乐的 岁月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要打动阿哲哥出一张专辑 其实那个动念会是什么呢 除了你想记录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像这一次你愿意也跨界或跨语言的合作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还 这个部分我还是觉得要好玩 好玩 对 这个部分我觉得 音乐对我来说 它当然有一定的重量啦 那但是 好玩还是一个最重要的诱因 就是说你生活里面还有生命当中 本来就是需要去 嗯 怎么说 享受那个有趣的过程嘛 那所以做音乐跟唱歌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 嗯 所以如果有一些有趣的人 有趣的案子 或是特殊的 有很有吸引力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我就会 莫名其妙就被吸过去 然后就开始 开始又全心全力投入这样 对 2019年的时候我收到一首歌曲说 阿哲哥去参加了创作营 嗯哼 我就吓到了耶 他说 哦 玩那么大 呃 如果站在音乐圈的这个备份来讲 我可能是年纪大一点 但是呢 咖位来说他们也并不小啊 因为其实 呃 第一个会吸引我去的 就是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创作营 是针针对我 啊 来发起的 嗯 然后呃 邀请我去这个一起合作嘛 然后两位 两位这个做 瑞典的这些的音乐人也都很大咖 他们他们合作的都是都是 也不会比我那个小咖的艺人啊 对吧 嗯 所以呃 我觉得怎么说 更有意思的应该就是怎么去 在这个音乐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去 跟他们呃 交流音乐 嗯 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创 创作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那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 是好玩的 没有曾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吗 以往在台湾 在香港 你的国语 粤语 西洋专辑 产生属于首首歌曲的这样子的过程 呃 当然过去的这这样子的的 所谓的量身定制的音乐 嗯 概念上来讲是很像的 嗯 因为其实也都是我们讨 我们不断的讨论 然后呢这些作者 针对我们讨论的方向 然后为我去量身定做 写这些东西 但是呃 音乐营的一个状态 有更多更多的是 彼此之间的交流跟互动 因为以往都通常都是 我们讨论好了 大家就回家各自各做各的嘛 那最后有一个成品 我们在录音室讨论 然后要需要修改 或需要干嘛 在录音室弄这样子 那但是呢 那个整个创作的过程 其实呃相对的来说 没有参 没有创作营参与的这么多 嗯 而且这么及时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给太多时间 你知道吗 那个人会想太多 尤其尤其在创作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 当你有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那我这边再改一改 会怎么样 我那边再加一点东西 会怎么样 但是呢 当你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 你就必须要做一个很 精准的选择跟淘汰 那种爆发力应该更强一点 对 时间的压缩 压力所带来的一些那种 撞击的 对 所以我们就只有两周的时间 没有 当然事前 就是我们确定要合作的时候 然后其实事前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就是在网上面 沟通音乐的方向 然后我想唱的内容的东西 然后不断的丢给我很多的demo 我们来选 但是呢 最后我就选定了两个方向 然后呢 我们到那边要把它完成 然后有两周的时间把音乐完成 然后呢录音 然后到最后交出成品 那瑞典的生活是如何? 作息就变得很正常吗? 一个创作音 我们都想到好像它都很有规律的一个生活 还蛮规律的 其实还蛮规律的 就是我们就是每天早上大概九点多 吃完早餐过去到录音室里面 就跟他们开始各种聊 聊 各种尬聊 真的吗? 对啊 对啊 因为因为 或者然后听各种demo啊 就是听他们创造出来 就是譬如说我们前一天聊的东西 第二天他们加进 他们创作出来加进来的东西 然后呢 还有就是歌词也是 因为歌词 因为两位是瑞典的两位作者呢 他们是用英文创作 所以呢 我先听到的是有英文歌词的歌曲 然后我要跟何启宏 嗯 我们再来讨论就是说 那好 那 国语词我们要朝什么方向走 然后要怎么去加到新的这个歌里面 那当然Jim的部分就 他们就要开始开始跟Eric 其中就是写曲的这个作者呢 他们就开始讨论编曲的方向 所以每天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吃完午餐之后我就去散散步 因为因为 没有时间散步耶 好棒哦 我以为是会非常的高压缩的 还可以有散步跟那个 有啊 因为我们的studio就在一个森林的旁边啊 OK 然后就散散步 然后他们也消化一下他们的东西 然后我下午就进录音室 把我们整理好的东西的部分先录好 然后每天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这样 天哪 还蛮吸引人的耶 我觉得如果有很多音乐才华的朋友们的话 应该也会很喜欢这种 碰撞出火花 但同时又好像很有效率耶 就是按部就班 在整个的tempo当中 大家可以在同样的一个律动当中上面 对 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跟一般的创作营 因为它是有主题性的创作营 嗯 虽然没有那么严格啦 那但是它是它是有有有有这样子的一个进度产生的 它比较不像其他的创作营呢 它没有一个创作的主题 嗯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别 当初他们应该给你透过网路或是一些research呢 听到你的音色或者是你的一些歌曲的表现 那到了创作营当中 如果你有些想要玩的新的东西 是不是就会真的打破了他们可能既有的印象 也许你这一次来创作营 你就是不要再做以前的大家所熟悉的那种 嗯 没有在这个在这个部分在前期的讨论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开始那个跟他们有这个部分的讨论 所以他们交出来的东西其实也比较不会是 呃 呃 我我我以以往的音乐形态的东西 嗯 那但是当然到了现场之后还是会有会有更多的调整 因为毕竟他们现场听到我唱歌 是 那他们可以呃从我现场唱唱的这个部分呢 去抓到更多在我听我的专辑以外的可能性 嗯 对 我们就要听听看去创作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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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还有瑞典的啤酒 你可以选择要瑞典的啤酒还是气泡水 哦 来一个一个拿给我一个一个拿给我 哇哦 幸好你是去瑞典的台湾那一家还蛮好买的 你知道有家瑞典的那一个真的吗 哇塞 真的是瑞典的耶 你要喝 谢谢 你要喝 气泡饮还是要喝啤酒 呃 我还是喝气泡饮 气泡饮就好了嘛 你看我特别选了一个红红的祝你这个 专辑 长红热卖 谢谢 真的瑞典的 我没有骗你耶 真的真的是瑞 原产地就是瑞典的 来来来 我们准备要 那我们 听着这个 好 哇 这好像有点那个 我们应该要听就懂了吗 专辑的抬头的点题单曲 好啊 好不好 它还有速度感哦 我觉得它到最后面有点那种 汽车奔驰的感觉耶 很有那种道路的感觉 对啊 就好像有 有一款最新的车子要 上市的时候可以 搭它成为广告歌曲 瑞典有什么声音 有啊 瑞典那个车子很厉害啊 来 这真的是来自于瑞典的 我们的气泡饮 我们要听着阿哲哥 从瑞典录制回来的歌曲哦 Cheers Cheers What's up music 在刚才听着歌曲 听着广告的时候 我跟阿哲哥呢 我们就来品尝了一下 从瑞典空运来台的气泡饮 哇 这种 有气泡的感觉 祝福阿哲哥的专辑呢 也是这样子 哇 活力四射 带来春意盎然的感觉 这是在瑞典完成的两首歌曲 今天节目的几个阶段 我要重新的解构阿哲哥这张专辑 真的就像你说一样 你记录了过去这几年的音乐的一个历程 瑞典的创作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当然就是到Garry Barrow 来到伦敦 来到伦敦 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 日记 也是两首很精彩的歌曲 这真的缘分好奇妙 对不对 我会认识他也是因为 我欧洲的这个 这次的演唱会 主办方 跟他们也是朋友 对 然后就知道我要去 那个伦敦做宣传 就已经开始在约了 哦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们之前 其实就已经 都已经知道有我这个人 然后大概也了解我 我在这个 华语乐坛 厉害的地方 也没有了 这个我还说表现主持人说 他们已经了解到 华语情歌天王 厉害的地方 横跨在这个台湾 香港 上海 新马各地 不同的语言 他们其实现在真的要做research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所以到 所以我到伦敦做宣传的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一起碰面 然后就认识 然后就 呃 就开始有合作的想法了 嗯 他这一个 作歌的逻辑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他喜欢说 就是东西方一起来玩音乐 有的时候 那种想的方式或做的方式 啊 虽然有些碰撞不同 但也会是好玩的地方 你们在作歌的时候 呃 会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个部分最主要是 要花时间去 呃 沟通彼此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针对的目标跟方向是什么 比如说 呃 呃 像我之前 像我也会给 呃 就是我们 我们已经先聊了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针对 哪一个市场 来做音乐 嗯 虽然虽然我 因为虽然我跟他们 那个时候在谈的时候 就已经确认好 就是说 我们要做英文 英文歌 那但是 呃 要针对什么样的市场 针对能力的市场 嗯 那呃 我我当然就很明确的 跟他们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当然是针对亚洲的市场 吧 那那他们当然也会 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别 因为我我相信他们 对于欧美的市场相对还是比较了解 嗯 所以他们也会知道欧美市场 适合什么样子的音乐类型 但是呢 嗯 至于跟亚洲这边的合作呢 而且他们对于亚洲这边的音乐市场 跟我们的整个音乐的运作的模式 其实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来 在聊这块部分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呃 我也会 我之后也找了几首 我觉得在亚洲还蛮流行的 就是说 而且我自己也喜欢 也适合我的西洋音乐 嗯 然后 让他们听 就是说 哦 可能是可以走什么样的方向 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些 呃 沟通 那当然最重要的 我觉得整个Keyman 还是Tim Rice 嗯 因为呃 Tim是 怎么讲 呃 算是 也算是 英国音乐界的一个大佬了吧 得过 金字招牌奖项的耶 对 而且他创作了这么多 呃 厉害的情歌 对 对 就是 呃 不管是浪漫的 甲鱼户晓的 哦 其实都是大家 对大家都应该 你随便讲几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像 像 狮子王 我记得 狮子王 嗯 然后Gary来谱曲 哦 对 这个是他们一直以 就是这一阵子以来 就是 呃 Gary跟Tim的合作模式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 呃 我也跟Tim那个 呃 吃饭 然后聊了 呃 对于音乐的一些想法 还有亚洲这边音乐的一个大概的状态 嗯 然后 呃 嗯 他先来发展歌词 对 然后让Gary来写曲 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火花 对你来说唱歌不难 对他们来说写歌不难 可是市场地域性的呃 不同 嗯 真的就是你们这种专业的音乐人 会很知道的一些所谓的美美嘎嘎 嗯 那到我们这一端的话 我们听歌可能就是很直觉式的咯 哎 我们喜不喜欢 嗯 然后我们有没有很直接的反馈 或被被撞击到 嗯 这都是你们在前期当中 会要做很多精细的微调或者是讨论的耶 哦 当然 这个这个其实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做 因为包括到到了最后 音乐确定了 嗯 然后编曲还有录音 其实其实都是需要微调的 因为本来呢 要呃 呃 这一次的合作是更直接 我我我我本来是 呃 想要趁着英国演唱会的时候 在英国录音的 嗯 我连呃 呃 英国的录音室 呃都定好了 对 我那时候定了Abby Road 哇 对 那但是 Abby Road 但是 没有办法就是 演唱会就 就是因为疫情 嗯 就先暂停了嘛 嗯 嗯 那变成呃 就在台湾录 嗯 但是我觉得也好 就是因为现在透过网路 其实 我们还是可以很直接的沟通 是 那但是就是不断的调整 就是在在录音的过程 嗯 嗯 虽然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沟通调整 是 但是 但是 透过线上 好 真的 我感觉到你没有在算那个数字 或是没有在看那个爆炸单的样子 只要做到好 有稍微算一下 但是 算了也 也不懂 管他咧 哈哈 但我们也不管啊 我们这边 我们歌迷方 我们这些听众 拿到的很开心 听得很开心 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开心的地方了 嗯 刚才说到了 听着从瑞典完成的歌曲 它有速度感 它好像 很适合就是 汽车的广告啊 来到了这个 英国伦敦的话 总觉得 你很适合在古堡前面唱歌 我觉得每首歌的画面感 其实很足欸 从编曲的那种氛围 或者是他 对 我觉得这也是Tim Rice的一个 厉害的地方 因为我想他写了这么多音乐剧 然后写了 这么多迪士尼的这些音乐 所以他故事跟画面感非常的强 他的词 其实你严格去看他的词 没有用很难的英文 但是呢 你读下来就有一种 一种读诗的感觉 对 然后又很 很浪漫 但是又有很多故事在里头 是 所以 我觉得因为这个基础 打得好吧 所以Gary写的 写的音乐就会 怎么讲 特别有诗意这样 对 我们来听咯 刚才是有瑞典的饮料 但这一段古堡呢 本节目预算有些 我们即将会用后制的方式 我也 音试下午茶也来 没有啦 我们就会在影片当中 可能角落呢 会有一些古堡的图片呢 把它Key上去 请大家多多亮 每一个阶段 会有不同的属于张信哲 在这张专辑当中的音乐的元素 和你分享 那阿哲哥你想听哪一首呢 在这边你完成了两首 那我们还是来听 A Matter of Love 好了 好 专辑的开门歌哦 嗯哼 What's up music 今天晚上的What's up music 我们很开心的有 张信哲阿哲哥 带着他的全新的专辑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刚才说了 我试图呢 来听完专辑 阿哲哥你说你的 那个音乐的记录呢 我们来解构 我觉得很重要的 三个元素可以成就 这一张最新的专辑 在创作营的啦 然后在英国伦敦 我们跟Gary Burrow 还有Tim Rice的合作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诶 真的就是你说到的 好玩也好 或者是跟不同的领域 跨界的合作 嗯 哦 就是戏剧的主题单曲啦 还有翻唱的致敬的啦 嗯 就是各种有唱歌的舞台 只要它是有趣的话 诶 其实你都很乐于参加 嗯 然后就演唱 那这些曾经在过往 可能我们也听过的单曲 就汇聚到专辑 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把它收藏起来 嗯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 生命的点滴的一个记录嘛 嗯 那呃 我只是说透过音乐 记录我自己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这样 对 而且我发现到阿哲哥对于 你戏剧还是有一种 我觉得唯妙的热爱 就是不见得说 你一定要自己去演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 对啊 加入它 当然你有曾演过电影 但像这一次所收入的歌曲 有些是你客串的 嗯 有些你是唱了就是主题单曲的 嗯 有些是担任出品人的 嗯 哇就不同的角度 你还是很喜欢歌曲跟戏剧的结合 因为那种主题曲的唱法 可能又跟你完全的一首新歌的创作 又会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嗯 戏剧里面有这一串音乐的话 可能它的动人度 或是说记忆度 也许没有那么高 那但是这个音乐配上 一个让人难忘的画面的时候 这个音乐的流传度也会更高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做到的是相辅相成 然后大家彼此互相成全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啊 所以动画的主题单曲 可以听到阿哲哥的声音 电影也会有 然后就是 不管是网剧或是电视剧 其实真的至于张信哲的音乐 我觉得会有任何的可能 对啊 对啊 每一个主办方 或是每一个就是 丑拍方 你们不要害怕 勇敢的来向张信哲提出邀请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不要怕说 不要说 我推不完了 真的吗 还包括很多的音乐性节目 我看得好开心 又是跟谁合唱 我都有把它按到我的那个最爱情单 是吗 因为很多歌曲很少会看到你唱 但是因为在节目的巧思安排之下 可能也是一种突破 就是 以往你如果收藏了很多张信哲的专辑的话 不见得会有直接的联想 可是 就会有这样子可能一个舞台 你会唱歌 我当然知道鼓吹所有的主办方 或那个仇志单位 不要害怕可能会被打枪 要大大声的来跟你做邀请 是有了是有很多的邀请 所以 所以那个真的不好意思 没有答应的就那个 下次再说 那真的 没有答应到的是时间的关系吗 还是你觉得那些火花不够炙热 你刚才说了 要好玩 我觉得都有了 有的时候也有很多是真的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毕竟做制作跟做 做戏剧跟做音乐的想法还是不一样 有很多都是戏剧做好了之后 再来问我能不能配合做音乐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们有 他们有要上映的时间 对 压力嘛 然后再加上你音乐 如果在后期做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受到戏剧的限制 那所以他的发挥也有限 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譬如说像这次 像这次几个主题曲 都是在他们开始要筹备这个剧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聊 所以各位要早一点聊 不要拍完了之后 还是欢迎大家可以来邀約阿哲哥 早一点哦 不要拍完了之后 给他看片花 不是哦 你在选角的时候就可以走 我有在推你路坑的意思吗 没有 我只是帮所有的 不不这也是 主办单位谋福利啦 对对对 这个也是 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聊天 其实也可以提醒很多做戏剧的朋友 其实音乐很重要 其实音乐的对于一个戏的帮助 可能比你们想象中的来得更大 对 那但是往往在做戏剧的朋友们 他们会先把重点放在他们剧怎么弄好 嗯 之后才去想到音乐 对 跟配乐的部分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晚了 再加上如果他们还有上档的时间压力 嗯 还有你自己时间的一些安排 对 对 还是那句话我真的很乐见其成 各种不同的音乐舞台会有阿哲哥的出现 真的就是要好玩或者是能够触动你觉得有点挑战的那种心 对 可是做到了电影方的出品人 这又是什么挑战呢 哦 这个等于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说的 音乐它可以变成主创之一 对 对因为其实 都改了名字了 据我了解好像都原来的名字 电影的名称 对对对 最初的最初其实 因为最初的时候一直没有确定要用哪一个名字 那会有这个想法 当然一开始是因为陈家上导演的关系 嗯 那他 就是他点名要用这首歌 来代表 来怎么讲 当成他的这个 爱情电影的一个主题曲 我很难想象他会有那么浪漫的元素 他超 我跟你讲他超浪漫 我们以前看的 周星驰 周星驰的都是陈家上的 他会有那么浪漫的 有啊他有 他其实很浪漫 你看他 是根据他最近的一些人生的历变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其实一直以来 你看周星驰很多喜剧片里面的那些 爱情 小段 其实很浪漫 对吧 然后 比如说 像 画皮 我不晓得你没有看过 嗯 他可以把 他可以把一个聊斋的故事 对 变成一个爱情故事 所以其实他 他其实 骨子里很浪漫 然后呢 他 他就是觉得 他要用这个 因为他觉得这个歌 在他的爱情 这段爱情故事里面有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 他想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在他这个年纪的人在面对爱情跟这个动心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说没有勇气去表白了 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这么大了 嗯 然后人家会不会 会不会有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然后万一我表白不成功的话 会不会又怎么样怎么样 就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想多了 包袱了 对 对 但他自己 他自己的爱情经历 当他鼓起勇气 当他做好万全准备去表白的时候 反而是得到一个 自己意外之外的一个回应 然后取得美交期回来 对 所以他想要透过这个电影去传达这样子一个东西 就是说人生的不管什么阶段 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对象 也许你甚至认为他不是你的菜 嗯 或是认为他根本不在乎你 但是呢 当你确认你自己心里面有那份那个动心的话 一定要鼓起勇气去表白 不分年龄 只要还有那种动心的感觉 就要勇敢的 对 去表白出来 对 所以这个这个歌呢 是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是 已经是这个主题了 很重要的定调歌 对 所以呢 等于是 当然他并不是成为让导演所有的爱情故事 只是说用这个故事去发展 然后跟着这个歌 然后我们一路来讨论剧情 然后跟音乐相关的合作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才会有出品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嘛 对 所以2021年阿哲哥又多了一个身份 现在大家听这首歌曲 有点呼应你说的写音乐日记 刚才的那几首歌曲都是过去的完成式 18年了19年到现在了 但是这是即将的未来式 嗯 它是五月才上的耶 对啊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从过去现在到未来 我要祝福你 票房可以好几个亿 希望大家支持 那些数字 有些朋友已经就是把它 那个预估出来了 男主角是那个 颜承旭 颜承旭 我们所熟悉的颜承旭 女主角就是和阿哲哥一起重新再唱了这一次 应该是2021年全新版本的 有一点动心的 好我们来听听看咯 阿哲哥 接下来我们会常常再见到你 现在也不容易飞吧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不过我还是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工作 最主要还是为了专辑的宣传嘛 那 当然还有一些 新的音乐的东西在谈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 怎么说呢 希望能够成功啦 然后 下次再给大家一些意外的惊喜 我们就直接就是问 我们不要啊 我们就是要音乐会啊 我们就是要演唱会啊 演唱会其实 演唱会其实还是会继续啦 就是就是说因为 疫情前已经有很多演唱会的债 还没有还完嘛 嗯 所以现在当然 当然就是等疫情 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之后 可以开始 呃有演唱会的 开放演唱会的这个 行程的时候 当然我就会开始赶快还债了 好嘞好嘞 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有机会的话真的去珍藏 实体版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 里面的包装设计 那个巧思 那个很细节的工都在里面 嗯 你好像送给我们一本非常棒的绘本也好 或是图文书也好耶 是里面的用识啊 然后它的设计啊 就是不管好了 不管很多人说家里下 是不是还有光碟机 可是你用其他的方式放出你的歌 你阅读起来的时候 从触觉啊 我觉得是无感的那种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实体的那个 怎么讲吸引力的所在 嗯 这里面也有像阿哲哥送给你的明信片 或者很多的一些message 这些精彩的呢 就留给有趣购买实体的朋友们 嗯 好好的珍藏一下咯 谢谢阿哲哥 谢谢 谢谢 期待更多的新的讯息 赶快让我们知道 好我们追星也要有时间的 我们也要先把时间留给你的抢票啊 或者是安排时间 因为很多的歌曲 其实都是我们的回忆的 真的很棒的 哦 谢谢 谢谢阿哲哥 继续听他的歌曲 很多的人生的情怀 很多的人生经验 我们就会懂了咯 下次见啦 谢谢阿哲哥 拜拜